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低收入人群的伸说法 即是你找不到吃 那就是代付人群 你是等发达的 电动车的伸说法 生能源汽车 这个大家都明白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考大学的重点大学 你不能够刻上985211的学生的伸说法就是 换曼认人才 即是你是人才 不过你慢点而已 而第五 大量的年轻人失业 回家吃老爸老母 即是耕老 的伸说法就是全职儿女 即是你有东西做的 你们不是失业 你不是回去吃老本 你是最主要就是回去做全职的子女而已 而第六 年轻人根本上没钱 没办法 有消费 然后他的最新真的是天才 他这个我都很难明白 就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他没钱花就是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 当然 当中国的人口下滑 生育率越来越低 夫妻老公老婆就是不肯生子 他怎样形容这些人 全量夫妻增多 就是说这些人的精子卵子 他们不做爱 接着他们这些就会增多 所以导致不生子 厉害 中国的创造能力 以为以前只有创揭的 现在不是 拜拜